弟兄姐妹 感谢主的恩典 弟兄是很美好的一天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 他是良善的神 弟兄姐妹 感谢主 He is good 他是慈爱良善的神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怜悯永远长存 他的信心永远长存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有主真是充满了欢喜而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神 所以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阿们 带着这样的信心 你就会经历上帝 再用他的慈爱和诚实 来引导我们 过每一天都是得胜的日子 阿们 谢谢主 我们今天我要读第三章的 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无知的加拉太人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是阴行御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吗 当然是因听信福音的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分享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保罗在哥林多前述里面特别讲到 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事 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奥秘 因为他说我曾经定了这个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定十字架 难道保罗不知道不懂哲学吗 不懂旧约吗 但是他定义不用这一切 因为哲学不能够改变的 这个律法也没有办法释放 马多纳多的师徒呢 前些日在台湾 他分享的信息里面 他说我传耶稣基督的大能 他说我有三个博士的学位 但是他说我知道 这个博士学位不能够拯救人 他说真的心理学也不能拯救人 协商、諮商都不能够真正的改变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大能 他说只有当耶稣基督的大能 临到一个人身上 他就会改变 他就会经历一个很奇妙的 超自然的恩典 他就能够越过他所远览 所不能越过的 弟兄姐妹真的是圣经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十字架的大能 当然是超自然的大能 我亲眼看见许多的人 并得到医治 前一次在我们的营会里面 就有两个姐妹 她就做见证 她的耳朵本来是受损伤的 会留一些 一直很困扰她 那后来弟兄姐妹就在 我们也没有特别讲什么 她就在聚会里面 她就得到圣灵的恩膏 她就得到完全的医治 我自己是真正的经历 我真的从死亡里面救出来 30岁的时候 我得到脑膜炎 然后一个月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得到这个病 后来我就昏迷 这个是救护车 送到医院里面去 他们马上把我送进隔离的病房 隔离的病房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两个礼拜 我在昏迷的当中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他们轮流 不断的为我祷告 结果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真的 我真的就从死亡里面被救出来 我真的感觉到 我真的从死亡里面走出来 弟兄姐妹感恩在神灵面前 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奇妙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他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一样的 那我也看见这个姐妹 她的做见证 她本来睡不着 她说现在 她说她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 半夜都是没有办法睡 结果就坐在沙发上 在那一边叹息 还是睡不着 怎么样都睡不着 她说我现在 我现在一睡下去 就有点像不省人事 睡到早日 一觉睡到天亮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是什么 这是神益处的大能 因他受的便当 我们已经得到医治 那不只是这样子 很多的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上帝都能够借着他全能手 在我们的神的里面 来改变我们 弟兄姐妹这一切 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我们的生命 不断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无论是谁 如果你有被疾病捆绑 被疾病残老 或者你甚至被邪恶的权势 邪灵压制 弟兄姐妹感谢主 耶稣基督今天就要来释放你 哭求耶稣的名号 耶稣说我包的名字赐给你们 所以呼求主名的救必得救 那怎么样呼求祂的名呢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呼求主名 就是恳切的寻求 谦卑的降服 这就是呼求主名 救必得救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他都是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是吗 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 他胜过罪 胜过死亡 胜过一切的权势 魔鬼一切的作为 都在他的里面完全的被灵弄去 弟兄姐妹感谢主 也没有任何的咒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依靠圣灵 每一天依靠圣灵 你就可以进入 他就会把我们带进超自然的领域里面 弟兄姐妹感谢主 每一天都会有神迹气势 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弟兄姐妹别忘记 我跟你们讲过 进入超自然的领域里面 这个钥匙在那里 就在于你对上帝的信心 弟兄姐妹透过这个信心 相信圣灵的大能的工作 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进入 那个超自然的领域里面 来领受神在超自然的里面 所有一切的祝福跟恩典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毕临是美好的 当神进入我们的人的生活里面之后 这就是超自然的领域 我们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因着信心 我们就进入超自然的领域 弟兄姐妹上帝 就会恩高我们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 都有新的能力 有新的恩惠 新的恩高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阿们 上帝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感谢祢的恩典 主啊 感谢祢 因为耶稣基督 祢的使之教 叫我们这个人 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 主啊 不管是过去 我们要被拯救 今天我们还需要祢的拯救 主啊 感谢祢 祢的圣灵 把我们引进 一个荣耀的领域里面 主啊 感谢祢 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困境 怎样的难处 主啊 感谢祢 依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 主啊 我奉祢的名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行走 在路上 或者他们在公司里面上班 在学校里面上课 或者在家里面 主啊 祢都一一一的与我们同在 主啊 感谢祢 今天主啊 必有神经其事随着我们 主 祢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让我们今天这宽然的奔路 走在祢喜乐的道路里面 谢谢主 决定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